哎呀,哎呀,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大姐,我送的外卖,马上就要超市了 我呀,赶时间,不小心撞到你了,真是对不起 小伙子,你就算赶时间,也要注意安全呀 是,是,大姐,你说的对 喂 喂 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呀 哦,马上马上,这路上有一点堵车,马上就送到 快点快点,哎,好好好 大姐,这有人退单啊,真是对不起啊 行,没事 那,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你啊,大姐 哎,这小伙子,也不容易啊 美女,你的外卖到了 你送我外卖,怎么磨磨蹭蹭的,这都多少点了,你看我饿了都吃什么了 美女,真是不好意思,这路上呀,有点堵车,所以就来得晚一点 我不管,反正我要给你插瓶 别别别,你要是给我插瓶的话,我这一天可就白干了呀 怎么着,你这外卖送完了,还不允许给插瓶啊 不给插瓶啊,也行,那你得求我呀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给我插瓶啊 那我啊,就给你一个机会,也别说,我不通情达理 我这儿,有一个垃圾桶,这里面的垃圾啊,你下楼的时候,帮我烧下去 我啊,就不给你插瓶了,也不投诉你了 美女,这样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啊,我让你一个送外卖的,帮忙烧的垃圾怎么了 我告诉你,这个垃圾啊,你要是不帮忙烧下去,我就投诉你 行行,美女,你啊,别生气,我现在就给你带下去 算你实笑 喂,你好 你刚刚帮我带的垃圾里面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赶紧给我送过来 啊,可是我已经到楼下,已经把垃圾给扔了呀 扔了,那文件可是很重要的,丢了你赔得起吗,赶紧去给我找找呀 那,那行吧 喂,姑娘,你说的那个文件呀,我找到了,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呢 你啊,下来拿一下吧 拿什么拿,你既然找到了,你就赶紧给我送过来啊,我等着急用呢 姑娘,你也知道,我的外卖啊,还有很多,如果再不抓紧去送的话,就会超时的,这样公司对我会有罚款的呀 你到底给不给我送,你要是不给我送的话,我可投诉你了 这,哎呀,姑娘,你就行行好吧,你自己下来拿一下吧 我拿不了,快点 那,那好吧,你稍等我一下 我呀,马上上去 哎呀,什么事呀 怎么了,小伙子 大姐,是你啊 你不是送外卖的吗,怎么在这里扒热垃圾啊 刚才啊,有一个顾客的文件被扔在垃圾桶里边了 他现在啊,让我找到,再给他送上去 那你方便把这个文件让我看一下吗 哦,可以 小伙子,你先在这等一下,这个文件啊,不着急送 大姐,这可不行啊,如果我不给他送上去的话,他肯定会给我差评,而且还会投诉我的 喂,赵经理 董事长,怎么了 我在公司楼下,你下来一趟吧 好的,好的,我马上下去 小伙子,刚才你打电话,我都听到了,让你说委屈了 啊 说来惭愧啊,让你讲文件这个人啊,是我没公司的人 我没想到啊,他会这么对你 你等一下,他下来了,我帮你出去 这,这不太好吧 没事,你等着就行 董事长,您找我 来得挺快的呀,赵经理 我呀,麻烦你个事 董事长,您说什么呢,有什么事啊,尽管跟我提就好,不麻烦 那行,我和这个外卖小哥,有点事要处理,麻烦你 把他手里的外卖给送过去 啊 啊什么啊,难道你不同意 没有没有,我现在啊,就去送 等一下 小伙子,你的手机呢 哦 按照这上面的订单送,不许有迟到,也不许有差评,如果有的话,就罚你的工资 好的,董事长,我知道了,赶紧去吧 走,小伙子,到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走吧,没事 来来来,小哥坐着 你这儿啊,经常送外卖,是不是老遇到这种人啊 其实还好吧,大部分人啊,都能理解我们的工作 只是有小部分人啊,对我们比较苛刻 是这样呀,你们送外卖也真不容易 有时候还受到别人的侮辱,也真难为你们了 没办法呀,这儿都是生活所迫 对了,老板,其实呀,你没有必要让那个美女帮我送外卖的 没事,其他人啊,我管不了 她是我属下的员工 像她这种飞扬跋扑的人,就应该给她那儿教训 让她知道你们这些送外卖的人啊,也不容易 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谢你啊,能理解我 我当然能理解你了 我也是从低层一层一层爬上来的 所以呀,我当然知道基层员工的不容易 像你这样的呀,一看就是一个好老板 你呀,也别这么说 董事长 赵经理啊,回来了,感觉怎么样呀 董事长,你别提了 这哪动是哪动呀,写的也不清楚 我这儿,整整爬了四个写字楼啊 他们还打电话催得要死 哇,都快累死了 你说这有些人,怎么就那么没有素质呢 赵经理,你说的这种人,不就是你自己吗 你刚才忘了,你怎么说这个外卖小哥的 现在你是不是能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了 是的,董事长,我体会到了 赵经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人都是平等的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经理 就可以见到别人的尊严 人家也是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的 你凭什么侮辱人家呀 小哥,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侮辱你 更不应该看不起你 这我刚刚帮你送了外卖 才知道你们这一行有多么不容易 没有关系的美女 只要你啊,能理解我们的辛苦和难处就行 赵经理,你知道错了就行 以后做人啊,不要再这么嚣张跋扈了 你记住了吗 董事长,我记住了 您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牢记在心里的 赵经理啊 这是你的文件 你啊,去忙吧 行,董事长 老板,今天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事,你啊,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吧 好了啊 感谢观看